竹山下坪吊桥 在重新整理之后 这桥面的造型跟配色十分亮眼 但是看看这桥梁的下方 白白的一片相当违和 为此公所是邀请的在地插画家顾梦金 来彩绘属于竹山的小故事 这一天正式完工 并且把它命名为 桥见幸福 打造竹山新网美打卡经典 在插画家指导下小朋友 画下最后一笔 正式宣布新的下坪吊桥完工咯 最喜欢两样的幅画 然后很漂亮 五彩缤纷 因为有很多颜色 然后很多种颜色是让人家无法控制 然后非常的舒服 原先在南投竹山下坪吊桥 桥面造型与配色十分亮眼 但在下方桥梁部分白白一片相当违和 因此公所邀请在地插画家顾梦金 来彩绘属于竹山的小故事 美画桥梁 我之前跟老师跟同学一起来 看老师还没画图画 感觉不好看 现在就好看 漂亮还很美 变很漂亮 然后还有人还有猫头鹰 我喜欢人 因为他的衣服颜色很漂亮 还有他的裙子黄色的 亮亮的也很漂亮 我很喜欢 他叙述了有一对的小朋友 他们常在这边相遇 相遇了之后的话 一直到老 他们就节省年礼了 一直到老在这边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幸福桥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边走一走 若是认真一看桥面彩绘 能发现里头暗墙一连串的小故事 也是插画家顾梦金耗时八十几个小时 所完成的作品 这个累积总共是八十六个小时多 那在画的过程 因为刚好遇到美女季节 所以就是会趁他下午要下大雨之前 会先再来画 前前后后就是来回还蛮多次的这样 垂枝女真的花跟叶子 但是一朵一朵下去点的 那所以说那个建成也要用颜色去叠色这样子 有一些小巧思都藏在画里面 希望你们可以来青年看见 在完成彩绘后的夏平吊桥 也多了一项新名称 桥间幸福 期盼来走吊桥之人 都能像彩绘故事里的男女主角般 幸福到老成为新竹上打卡经典 谢谢林轩 南投现场报道